10月17号时隔三年半 铁飞歌手彭佳慧在北京举办盛大发片记者会 并在现场演唱了自传体新歌《镜子里的我》 以完美的唱功震慑全场 发片会现场不仅收到我是歌手的战友林志炫 宇权 黄启山 尚文杰 杨宗伟 以及好友钟翰良的祝福 还有前辈李宗盛大哥的鼓励 并表示 期待想听你的传记 因为我期待他想知道 是不是可以帮我做新的传记 这是你最迫不及待的事情对不对 希望想让他帮你做传记 我非常非常的期待 因为在从高中的时候 就非常喜欢听李宗盛大哥的作品 那时候他帮张爱佳 帮陈淑华 帮李毅莲 态度太棒了 滚石烟饭的时候 是太棒了 我同意要送过20张过去 你可以自己买啊 送给他 对 如果李大哥远起来的话 ok 我们就传话给李大哥 李大哥如果北京最近比较冷的话 你会去台湾 就看他演唱会也不错 发布会议现场唱片公司 更是送上非常有纪念意义的礼物 96年的珍藏普尔 正好与彭佳慧出道同年 寓意彭佳慧的音乐越沉越香 以及蒸笼形状的茶具 预祝彭佳慧的音乐事业蒸蒸日上 当问到我是歌手节目以及家庭时 彭佳慧表示 我是歌手对你的转折 对我的转折是让彭佳慧的 歌然后成功已久的歌 唱了十年以上的歌 让大家在网络上面 再一次地把它翻转出来 然后去听听我以前 很努力唱的一些东西 就有这个舞台 让大家再一次地 听到的彭佳慧 看到的彭佳慧 其实我觉得最幸福的是 最大的转折 你刚才是歌手的那个舞台 然后结束之后 那现在好像你的包裹路 没有像黄娜啊 彭佳慧啊 夏文杰 他们包裹路那么高 那会不会有点感情 不甘心 我觉得这样很好 因为啊 一起来的话我想 他们两位是专职的歌手 那我刚刚跟大家聊过 我不是一个专职歌手 我是一个专业 但我肯定是一个专业歌手 因为我其他的时间分配 我还要还得当妈妈 还得当太太 所以有很多的时间 我必须做很多的分配 我的人生 要饰演很多的角色 那今天的我 可以啊 健康地再一次地 站在舞台上面唱歌 给大家听 对于我来讲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奢侈 跟享受 所以啊 我觉得这样子刚刚好 因为付出多少 付出多少必定失去多少 我想要陪我的孩子 我不想错过我孩子的成长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调配 还蛮好的 腾讯娱乐 整理报道